在中国历史上 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可谓臭名昭著 他不仅陷害忠良之臣 还和皇帝的奶娘克氏 勾结起来祸害后宫妃嫔 有一次 他们把天启皇帝的一个妃子 幽禁在长春宫里 断绝饮食 想把他活活饿死 可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这个妃子不但没被饿死 还活得好好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公元1626年2月3日 北京紫禁城内长春宫的宫门 光当一声被人上了锁 一名女子在门里绝望地阴阴哭泣 宫门外 一名太监冷酷无情地吩咐道 不许供给饮食 看他还多管闲事 说话的人是中国明代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 魏忠贤是当时的司礼舰丙比太监 权倾一时 可是他既不忠也不贤 在前朝排除一级 专断国政 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 人称九千九百岁 在后宫魏忠贤和客氏狼狈为奸 凡有触怒或违逆他们的卑嫔 都将遭到他们无情的迫害 客氏是天启皇帝的儒母 其得宠与为祸的程度 类似于明代成化皇帝的万贵碑 天启皇帝的母亲早死 养母离选事对她也不好 由此她非常依赖如母客氏 天启皇帝即位后 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 依赖皇帝对她的放纵 在后宫张狂无比 被关进长春宫的可怜女子 是天启皇帝的李承飞 她因触怒客氏 而被禁闭在长春宫 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 自1420年建成后 便是后妃居所 其建筑形式 与西六宫中的其他宫院 大致相同 均为黄琉璃瓦 歇山市鼎 三年前 李承飞因诞下一名公主 而受封为承飞 赐居长春宫 可惜诞生公主那天 正赶上大地震 也许是受了惊吓 小公主生下来后 不久就夭折了 李承飞由此失闯 很久不得赵姓 然而这两天 因为张皇后生病 仁皇贵妃怀孕 闲来无聊的天启皇帝 忽然想起了久违的李承飞 看到皇帝驾临 李承飞受宠若惊 两人用过晚餐之后 愉快地聊起了天 看到皇帝高兴 李承飞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替自己的好姐妹范慧妃求个情 范慧妃原本非常得宠 生下皇二子后被封为皇贵妃 可惜小皇子不久后夭折了 后来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魏忠贤和客氏 于是被幽禁在冷宫中 李承飞对皇帝说的话 原本是隐秘的私房话 让他想不到的是 宫中到处都是魏忠贤和客氏的耳目 这话第二天就传到了客氏耳中 客氏勃然大怒跟魏忠贤说道 这个李承飞居然敢跨过我们 公然去替范慧妃求情 他自己都是尼菩萨过疆自身难保 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 魏忠贤心狠手辣 略沉思说道 软禁起来断绝饮食 关他半个月 看他还多管闲事 李承飞被关进长春宫的时候 还不到二十岁 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 魏忠贤和客氏就因为他仗义直言 想要置他于死地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 一晃半个月时间到了 魏忠贤和客氏算计着日子 觉得李承飞应该饿得差不多了 于是命人打开宫门 想要去收尸 可是当他们打开宫门的时候 顿时目瞪口呆了 长春宫的宫门终于被打开了 死寂的宫院让人胆战心惊 太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 生怕一不小心踩到什么 他们走进李承飞的寝宫 正要往床上看时 忽然看到坐在梳妆台前的李承飞 吓得大叫一声 轰然向后退去 有胆大的太监壮着胆子问 你是人还是鬼 李承飞哈哈大笑 慢慢站起来 向他们逼近冷笑着说道 看清楚了 我是人还是鬼 太监们看清真是李承飞史 赶紧退出长春宫 向魏忠贤报告这桩奇事 魏忠贤和客室非常惊奇 他们无法解释 为何一个饿了十五天的女子 仍然能够存活下来 以为李承飞有神仙保佑 匆匆把她贬为宫女 撵出了长春宫 李承飞终于保住性命 活了下来 然而李承飞的不死之谜 却着实让人疑惑 在断绝饮食的长春宫 十五天里 它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难道真的有神仙保佑吗 原来李承飞平常 总把一些吃不了的食物 偷偷藏到长春宫的屋檐下 或墙缝中 天长日久 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 再加上长春宫后院有一口井 李承飞就这样 靠着岩瓦下的食物和井水 存活了下来 那么贵为皇妃衣食无忧 怎么会想到私藏食物呢 其中原委 还得从三年前的张玉飞之死说起 张玉飞六岁入宫 初为宫女 公元1623年5月 张氏因为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怀孕 被封为玉飞 张玉飞性情刚烈正直 为人直爽 不愿意与客氏 魏忠贤同流合污 对二人的恶行 偶有不满的言论 所以被魏忠贤和客氏 视为眼中钉 欲除之而后快 这年八月初八 张玉飞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户中胎儿吃了 不仅如此 客氏还下令断绝他的一切饮食 数日后天下暴雨 张玉飞饥渴难忍 拖着沉重的身体 糊糊着爬到屋檐下喝雨水止渴 他有孕在身又被饿了数天 骤然喝下不干净的雨水后 极度虚弱的身体反而吃不消 8月23日 饿了14天后 张玉飞被活活饿死 年仅18岁 死后竟以宫女身份下葬 此事对李承飞造成极大的刺激 他亲眼看到张玉飞被活活地饿死在宫中 担心自己也有一天会落得同样下场 就在平时预先隐藏一些食物 不料李承飞后来果然被幽禁于长春宫内 靠着私藏的这些食物才存活下来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 魏忠贤不过是名宦官 客室不过是个奶娘 他们为何如此嚣张 如此残害妃嫔 扼杀皇家骨血 皇帝和皇后干嘛去了 他们怎么就不管管呢 抛开政治原因不谈 主要是因为天启皇帝不懂事 当时还是个顽劣少年 只顾着自己玩根本无暇顾及这些 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文盲皇帝 天启皇帝的教育问题 惶恐之下 惶恐之下少年皇帝就把治理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臣和宦官 他自己乐得逍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 据说天启皇帝是个好木工 人称木工皇帝 天启初年 有忠职的大臣帮着治理朝政 国家运行还算良好 后来魏忠贤把持朝政就进入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宦官当权阶段 在前朝魏忠贤常常假传圣旨排斥异己 很多大臣的升将甚至处死 皇帝根本就不知道 后宫之时天启皇帝就任由客室一手遮天 不闻不问了 小皇帝糊涂成这样 皇后怎么样呢 皇后张燕倒是个明是理的聪明人 可惜魏忠贤和客室的权势太大 她一个人无济于事 甚至还常常遭到客室的暗算 有一次张皇后怀孕了 客室想方设法买通宫女 让宫女在为张皇后按摩腰部时按下狠手 导致胎儿流产 从此张皇后再也不能怀孕了 张皇后也想有所作为 有一次将客室照到宫中 欲将他绳之以法 却无奈力量单薄无法下手 然而善恶终有报 就在李承飞离开长春宫一年后 天启皇帝因落水受惊而亡 接替他的崇祯皇帝登基后 为李承飞平凡 将他接到慈庆宫凤雅 美国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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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倫